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Charm的科技工坊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完全在本地 利用MLX机器学习框架 运行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 同时完全在本地进行模型微调的解决方案 那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MLX是苹果为Apple Silicon芯片打造的机器学习框架 而且针对Mac的统一内存进行了优化 Mac用户可以借助MLX在Mac上进行机器学习编程 运行大语言模型 或者进行fine tuning 这是Apple为性能过剩的Apple Silicon芯片群的设备 打造的AI时代的入场券 如果你还觉得你的M芯片的设备无法发挥全部的性能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到过MacBook Pro的风扇声 那么MLX一定可以满足你 那么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一块来看看怎么使用MLX框架吧 MLX是专为Apple的M系列芯片打造的机器学习框架 所以使用它的前提是 你必须要使用苹果M系列芯片的Mac电脑 当然由于它会依赖于GPU GPU单元数当然越多越好 另外最好是MacBook Pro带有风扇 这样进行fine tuning过程会更加从容 我的这台Mac配置是M3 Pro 11核GPU 18G的内存 在我购买之初 我觉得可能有一段时间内存是够用了 直到我在Mac本地使用MLX fine tuning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才发现 18GB根本就是个弟弟 好了 然后我们一块来看看如何安装MLX这个框架吧 就安装过程很简单 只需要你设置相应的Python的虚拟环境 然后并且运行PIP install MLX就可以了 然后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M芯片的一个Mac 然后同时你的Python版本是高于3.8 并且MacOS版本大于是3.5 我相信如果是你用一个M系列芯片的Mac电脑的话 这些要求都很容易满足 打开它的Github的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些内容 这个是MLX主要的一个reple 你也可以去进行MLX example里面去看一些相应的事例 或者一些相应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模型 LM、LORA相应的一些模型的工具吧 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的使用 看看有没有符合你要求跟需求的一些工具的事例 那同时其实我们仅仅使用MLX 它可以进行一些机器学习的编程 但是如果你想使用在本地使用大语言模型去运行输出内容的话 这时候你要借助另外一个工具叫MLX横杠LM 这样子一个Python脚本的工具 然后帮你去运行相应大语言模型 同时你需要连接huggingface 因为这个工具会从huggingface上面下载相应的模型到本地进行运行 所以你也需要一个huggingface的连接 OK让我们一块看看如何使用MLX框架在本地运行大语言模型吧 首先我建议你创建一个空的文件夹 这样方便存储一些相应的文件 进入文件夹我在这里创建一个MLX trial 对吧 然后在里面的运行Python3的一个虚拟环境建立的一个module 对吧 就是virtual environment 然后这个module后面的虚拟环境的文件夹名称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要进行制定 然后我这里面直接命名为MLX trial 之后也是虚拟环境的名称 其实我已经创建过了 创建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在里面就会多出一个MLX trial 这样子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进入虚拟环境运行sauce对吧 然后sauce这个activate 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多了一个括号 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子一个虚拟环境当中 然后你下一步需要安装呢 这样三个包 首先是MLX这套机器学习框架 其次是MLX LM 这样子一个工具用来运行大语言模型 接下来就是hf transfer 这是huggingface的下载工具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语言模型 它都是通过huggingface的hub去拉取 然后存出来本地再运行的 首次的时候 但你第二次如果你拉取完了第二次在运行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次从huggingface上拉取这个模型的文件了 但第一次的时候是需要所以说我们需要安装huggingface transfer 运行之外的命令之后呢我们已经就安装好了所需要的工具了 但我已经运行过了 然后接下来如何运行这个模型呢 好了 安装完相应的工具跟框架之后呢先别着急 我们先要下载相应的模型 因为每次运行命令的时候呢 它都会检测模型是否在本地 如果不在本地的话呢 它会从huggingface上进行下载 所以我们打开huggingface的页面 然后看到搜索我们自己需要的模型 这里我搜索了google的jama2 9b这样子一个模型 然后直接复制它的huggingface的路径在这个地方 复制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terminal 好 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命令行 然后呢我们输入这个命令 首先是mlx下滑线lm 然后呢generate对吧 然后呢后面是model model后面跟我们刚才复制的模型的路径 然后呢是prompt 就是我们相应要写的prompt 然后我们运行这个命令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命令就开始下载相应的模型文件了 等下载完成之后呢就会执行相应的prompt 然后就可以输出相应的结果了 我们我其实预先下载了这个jama2 2b的这样子一个模型 我们直接在本地运行一下这个模型 看看它整体的效果 也是用generate这个命令 然后呢后面是模型的路径 在本地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然后跟上你需要的prompt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续的这个 内容就输出了 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模型的输入跟输出 前面是我的这个prompt 后面的是模型的回答 然后呢它还会告诉你这个用了多少的memory 对吧 有七个g 那其实我18个g看起来其实还蛮紧张的 然后prompt有多少个token 然后呢 generate多少个token 它都会显示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完整 这个数据 这就是我们用mlx去运行大约模型的整个过程了 好刚才用mlx呢运行了我们的模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监控我们的模型对于系统资源的消耗呢 这里打开活动监视器 然后在上面的窗口呢 选择gpu历史记录 我们就打开了这个gpu的监控的模块 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终端 再次运行啊 这样子一个命令 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这个对于系统的消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运行命令之后 它对于gpu的消耗啊 已经接近到百分之百 这应该有95%96%的这种情况 当然时间非常短呢 因为我们整体生成token的过程非常短 因为我们的prompt是一个非常简单的prompt 所以说在短时间内 它对gpu占用率非常高 然后呢 结束之后呢 gpu的占用率就会回到正常相对较低的一个水平了 所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mlx这个框架对于gpu整体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那稍后呢 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进行fine tuning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内存消耗同样是非常大的 mlx这个框架除了能够在本地运行大元模型之外呢 还会有很棒的功能 就是可以在mac本地运行大元模型的fine tuning 也就是模型的微调 简单来说 fine tuning是利用现有的预训练过的模型 经过一系列专业知识的数据训练 来快速的适应特定任务的一个过程 这比从头开始训练一个新的模型要快得多 效果更好 而且成本也比从头训练一个模型要低得多 我们目前建的比较多的fine tuning方案都是由大语言模型服务公司起用的 例如OpenAI、微软、Google等等 而今天我来介绍的是利用我们的mac 在本地运行大元模型 简单高效 数据也是由Olama完成的 利用Olama加mlx这条框架 对于大元模型进行完全本地的微调的方案 开始fine tuning之前 我们需要选择基础模型 这次我使用的是Gemma 2B这样一个模型 原因还是由于我的mac目前只有18G的内存 资源相对比较有限 小一点尺寸的模型速度会快很多 不过也就是开始尝试本地的fine tuning 才让我的mac风扇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那我就先用这款模型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mlx进行本地的fine tuning 好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下微调的数据 最近我在教我们家小朋友自然拼读 所以每次上课之前我都会让Google Gemini帮忙生成一篇包含了本次课程内容的儿童可以看懂的文章 还有文章的quiz 方便孩子在课后巩固知识和练习 今天我就用其中的一篇文章作为数据的来源 那么这篇数据要如何处理成可以进行fine tuning的内容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借助Olama和Lanchain了 好了让我们来开始处理数据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mlx在fine tuning的时候 对于数据整体的要求 首先它会需要你生成三个至少两个或者三个相应的数据文档 分别是train valid 有时候也会需要test 建议这三个文档都需要相应的生成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它的数据的形式分别有三种 分别是chat completion跟text 那正于这个不同的模型 它其实除了这个内容之外 还有一些相应的格式 比如说roll content或者其他一些格式 你如果非常清楚某一个基础模型base model的这个格式的话 你可以使用text 但如果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用chat或者completion 这时候它就会用默认的hugging face的那些chat template 进行数据的相关的处理 在这里因为我用了jama2这样一个模型 我比较清楚它整体的这些关键词的格式 所以说我会用text这种形式 进行相应的数据的体现跟处理 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模型 它的数据的格式是什么样子呢 很简单 有两个办法 首先第一个办法 用ohlama 如果你ohlama已经安装了 或者是拉取了这个模型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ohlama show 这个命令 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这样子一些特定的旗帜符 还有一种办法呢 也是很直接 我们刚才用mlx运行了大元模型 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的结果 在结果里面呢 就会有相应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输入跟输出 那这些三角括号 就是它的相应的关键字了 那这些关键字 我们就会在微调jama2的时候 包含在我们的数据里面 好了 让我们一块看看如何处理我们的数据吧 数据处理过程呢 我们用到了pdf的reader 还有lunchchain 这样子可以用ohlama来处理相应的数据 所以我在处理之前呢 需要安装这些 python的包 那这些内容呢 我也会放到视频下方供大家取用 好了这个包安装完了 那除了安装这些 这个工具包之外呢 还建议大家在这个目录下面 创建data这样一个子目录 用来存储我们的数据文件 好了建立完这项目录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处理的流程代码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安装完所有包之后呢 我们打开question generator这样一个脚本 其实这个脚本的流程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流程很简单 它怎么去生成数据呢 首先它会读取这个pdf文档 读取完之后呢 它会把这个pdf文档进行语义的分块 分块完成之后 它会把这每一块的文本数据给到欧拉玛 这是第一条chain给到欧拉玛 然后请欧拉玛根据这文档内容 生成多条问题 生成完问题之后 我们会引用第二条landchain 会把这问题再次给到欧拉玛 以及对应的这些文本的内容 再次给到欧拉玛 欧拉玛会根据问题以及文本内容 生成相应的答案 这样子我们就获得了一个问题和答案的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qa的pair 给它按照格式放到对应的文件当中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数据的准备了 因为我们在微调的时候 我们用prompt都是qa pair这样一个形式进行微调的 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把我们手头的文本 任何形式文本 转换成这种qa的prompt格式 给到大圆模型进行微调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的细节 首先我们需要extract所有的pdf的文本内容 extract出来之后我会首先进行语意的分块 然后另外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语意分块需要用到embedding 所以我也用了欧拉玛embedding 当然你可以用openai用google对吧 都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所有本次的处理过程都是在本地完成的 所以我这次也用了欧拉玛embedding进行相应的处理 这样子我不用引用任何云端的服务 处理完之后就可以交给generatequestion的这样子一个方法 去生成相应的问题 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直接用我的这段prompt 然后有地方特别要注意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规定一下输出的样式 因为你需要让每次输出的样式都是一个标准的 这样你的代码才好执行 所以你一定要让模型理解你需要输出什么样样式 在这个地方我是要求输出一个array的形式 对吧 然后输出完毕之后 我们获得了这样子一个问题的list 然后我再把这个问题的list 给到我们的这个欧拉玛的第二条chain 也就是我们的response的chain 然后呢会把问题以及问题对应的context 同时给到这条chain 然后他会根据问题以及context回答这个问题 并且输出问题的答案 就是这个地方了 然后获得答案之后呢 我会就这个模板生成jsonl 有jsonline这样子文件的内容 并且存储到相应的文件当中 那这个qnapad生成模式呢 就是这样子完成跟进行的 最后呢 在生成完一个train的jsonl之后 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们需要三个文件 一个是jsontrain 一个是valid 一个是test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会对这些文件进行一个拆分 基本是大概是一个40% 这样一个比例吧 把这个train文件里面的数据呢 分别分配到那个test 以及valid这两个文件当中 这样子的话 我就生成了三个用来进行fine tuning的数据文件了 那么运行一下这个代码看看情况 好了 最后我的qnapad pair已经生成完毕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让代码打印出来的问题的列表 那首先可以看到 每次输出的格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方便我的代码进行相应的处理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问题的形式 它有一般疑问句 有特殊疑问句对吧 所以说它的问题的丰富程度是非常多的 这是我们在写prompt的时候 一定希望这个大元模型就这个上下文 提出尽量多样式的不同风格的问题 这样才能照顾到这个内容的方方面面 这样子对于你的模型的微调数据 质量上来说的话就会非常的高 然后处理完之后 我们再看看相应的答案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直接进到我们的data文件夹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生成了三个不同的文件 都是jsonl用于微调 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 我们直接cat valid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这个格式上是一个text对吧 后面跟相应的内容 然后内容里面 它的格式跟我们刚才看到 jama2输出的格式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是boss eos 对吧 然后每段对话的开头就start of turn 然后角色user 对吧 然后end of the turn 然后再start of turn model 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格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格式上 要匹配到你的基础模型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以按照刚才方法去查看一下格式是什么样子 当然你也可以去到huggingface的页面上面 看看它的格式 或者去all llama的页面上去看对应的模型的格式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valid jsonl的一个文本的内容了 当然train test 它们都是内容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方便这个v条的时候 框架进行相应的取用 那截至目前为止呢 我们整体用来训练的数据就已经准备完毕了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大语言模型的v条了 好了那准备完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v条了 那v条的话命令也很简单 只要运行mlx下发线lm.laura 然后呢后面参数第一个是model 对吧 然后呢就是我们需要运行的model 然后呢train啊就是我们需要根据的 它的这个就是微调的方案啊 它就是train 然后你也可以写test valid对吧 然后对模型进行这个测试啊 或者是甄别之类的 然后eterns呢就是你需要v条的这个迭代次数啊 你可以设置不同的迭代次数 然后呢后面的data呢就是我们这个存储 我们微调数据的文件夹了 就是刚才我们建的那个data的文件夹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我还是建议大家 大家可以用这个命令去运行了 这个完全没问题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尝试使用一下yaml 对吧 我们这里有一个yaml 就是我们在微调的时候 可以把所有的参数呢在yaml里面进行体现 而这个地方可以设置一些 这个lora的超参数啊 我们来一块看几个重点参数 首先model 这跟刚才那个model是一样 就是我们需要微调的这个基础模型 然后呢数据的文件夹 然后这个seed呢就是我们在微调的时候的一个尾随机数 那你如果想重现一些微调的现象的话 那你可以取相同的尾随机数 然后lora layers就是我们lora需要有多少层 然后进行相应的微调 然后呢batch size呢是我们每次微调的时候这个数据 它们每次送多少个 然后还有ethers就是跟刚才一样迭代的次数 在下面呢 learning rate学习的这个比例啊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的一些超参数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adapted是我们最后微调出来之后 这个存储的路径在什么地方 就是微调出来之后的adapt文件 还有这个地方就是一个checkpoint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迭代次数 比如迭代200次之后 我们存储一个checkpoint对吧 然后还在这一方进行test 就是我们微调完之后是否进行一个test 然后呢还有下面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gradient checkpoint对吧 就是是否增量去进行一个checkpoint的存储 然后还有这一些超参数 比如说keys就是我们微调需要影响的一些关键的层 transformer里面层那会在这个地方进行体系 然后还有这个微调 你这个矩阵对吧 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rank lora的话 然后scale呢 就是你这个参数的数量跟原先参数数量之间的一个比例 对吧 然后呢还有dropout dropout就是说我们不想让我们微调的这个模型呢 跟数据的过度拟合 那我们可能会设一个dropout的比例 这样子的话 它可能就不会过度拟合 会有一些随机的一些数据呢 会掺到进去 或者从里面去挑选一些位置 然后进行相应的随机 这样子保证它不会过拟合 那这些超参数呢 只能在这个文件 YAML文件进行相应的设置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开始进行微调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简单命令 就刚才分享的 那如果你希望去优化一些比如内存啊 或者优化一些那个微调出来内容啊 或者是改变一些微调的配置啊 大家可以用到这个lora啊 config这个YAML 这样子文件进行一个微调 好 我们这里呢 还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命令哈 微调试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data我们准备好了 然后呢 Eaters呢 我们是设置600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基础模型呢 是用的JAMA2 RB的这样子一个模型 那我们启动微调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微调正式启动了 他大概每10次吧 会输出一个结果 那这也是这个默认的一个设置 那他会输出 比如说这个我们每次loss了 这个loss function输出的比例是什么样子的 数据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他做evaluation的时候 对吧 他花了这段时间 大概600次这样子一个维度 进行微调 那我们让程序先run起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消耗情况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GPU的使用情况 目前GPU使用的还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突然间GPU的使用量 已经上升上去了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内存的使用情况呢 我们看到内存的使用情况 目前我们的15个GB的内存了 那其实对于我这个一个18GB内存的 机器来说的话还是有点捉筋见肘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GPU的一个历史记录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GPU目前跟刚才相比 它的这个使用情况是暴增啊 基本上到了百分百了 我大概是11核GPU 看起来也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要用Mac 可能对于Mac的这个要求还是有点高的 好 因为600次迭代确实时间比较长啊 我所以把它改成了140的迭代 大概run了一会儿吧 然后已经结束了 目前可以看到它每次这个高峰时期的内存消耗大概18个 基本上把我的整台机器内存吃满了 然后呢每10次它会做一次evaluation啊 去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loss function的输出 大概是什么样子 最从最开始的5点多吧 我记得好像是对最开始是5.978 然后呢最后收数到了目前的loss是0.785 这样子一个水平 目前其实这个下降的过程还是蛮快的 对 然后生成了相应的文件 我们去看一下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是它新建的文件夹里面有这样子一些adapter的文件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adapter和我们的这个模型 基础模型来问它一些相应的问题了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就是generate还是generate一个方法 我加入adapter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呢并且后面跟着的是我adapter就是我的adapter存储的文件夹路径 我会问他what did kate do by the lake 对吧就是在湖边可以做了什么 好这样子模型的就会根据他刚才训练的数据呢 去回答我的问题 kate did all the fun stuff 他做了很多开心的事情对吧 然后在湖旁边 然后回答我的问题 这也是从刚才那些context里面学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把adapter去掉对吧 我们只用这个基础的模型 它会怎么输出相应的内容呢 你看这时候它的回答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上下文 它不知道怎么去回答问题 这是基础模型 那在我们微调之后的这个内容里面呢 就是把adapter跟我们基础模型进行合并之后 输出的内容就是我们微调的数据训练完之后的内容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每次使用的时候呢 会通过adapter这个参数去引用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去使用这个模型呢 当然是有的 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adapter确实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训练的结果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adapter和原先这个模型进行合并 fuse双成一个新的模型 那下次再调用的时候就不用再引用这个基础模型 只要引用这个新的模型就好了 好我们来fuse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命令首先是点fuse不是generate 然后呢模型的就是基础模型的就是我们之前的jammer2 然后呢adapter path呢就是我们刚才训练出来的adapter存储的地址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这个模型saved path呢就会在我们这个同样文件下面save到这样子一个路径下面 好了我们这时候就合并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路径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子一个模型叫kid by the lake 对吧 我们直接用这个模型来提问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会直接去生成相应的内容 它也不会去引用外部的一些这个基础模型 它会直接通过这个模型里面 已经这个训练好的一个呃参数呢去生成相应的结果 那这就是相应的一个结论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微调 首先这个微调流程是非常快速跟方便的 大家优化的话可以通过yammer的文件进行相应的一个优化 同时训练完成之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adapter它的效果还不错 就可以跟原先的模型进行一个混合 混合之后的话 这个新的模型你就不用再引用原先旧的这个基础模型了 直接用引用这个新的模型去处理相关的事物就可以了 好了以上呢 就是今天使用mlx去生成内容 以及进行模型微调 在本地进行模型微调的全部内容了 当然我也尝试了把微调之后的模型呢 整合到Olama里面去 但非常不幸的是我尝试几个基础模型 目前都还不支持导处为GGUF这种格式 因为这种格式才能整合到Olama里面 所以后续的话呢 如果我实验成功找到合适的模型了 我再跟大家去分享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内容 如果你感觉还有点意思的话呢 欢迎点赞转发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